大家好,2020年9月6号星期日中午12点25分 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上山下乡的大幕正徐徐拉开 这个供销社知青点这两个计划经济啊 知青点当然是跟文革有关系啊 其实文革前就有知青,知是青年上山下乡啊 当时推出了一个叫行燕子的一个模范的一个女知青 似乎就是文革前啊 还有红卫兵这个词的 狗开始叫了 红卫兵这个词的发明者张成志 清华附中的 他们去内蒙古东乌旗插队 东乌珠穆旗插队就是文革前 他发明那个词叫红卫士 后来改叫红卫兵 这个供销社知青点啊 这两个计划经济色彩 其实也是一种高压政治啊 的表现浓厚的词汇 渐渐淹没于40年改革开放和市场中 但他们并未真正消失 他们在地面上有一层浮土 在浮土底下藏着呢 近期正逐步加热 卷土重来 8月3号 辽宁 辽宁啊 辽宁老是走在前边啊 当年有个陈锡连 陈三两 还有个这个毛远新啊 毛泽东的亲侄都安排到辽宁了 辽宁呢 有一个村级的供销社正式成立了啊 这个可是个重要消息啊 从这个中华总社就叫供销总社啊 在西单那国家级的 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然后到省社到市社到县到乡到村 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 供销社网络实体的脉络啊 搭建全部到位了 这个有一个消息啊 叫省内首家村级供销社 在沈阳成立 这个发布时间是上个月了啊 不是现在了 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啊 8月3号 这个叫东方财富网的官方账号 是大象万象年会年度获奖创作者 东方财富网 他说日前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 大兰陀 村供销社拿到了营业执照啊 这个辽宁省辽中区 我去过 我在那采购过大米 那个我去的那时候 十几年前 那个不叫辽中区 叫辽中县 我去的那个村叫东荒地 荒地啊 荒郊野岭 那个荒地 东荒地村 我在那间 呃 那间是姓仁的啊 仁啊 仁毕时的人 那亲兄弟俩 那个 他们俩开的大米加工厂 从他们家拉了几千袋 五十斤一袋的大米走 那个亲兄弟俩的哥哥 呃 哥俩都特别高 一米八几 都特别壮实 那哥哥长得漂亮 像个知识分子 他哥哥本来 到沈阳市里边 去参加工作了 上班了 结果单位不行了 国营厂子黄了 没办法 又回村里 他弟弟一直在村里 然后呢 又回村里 跟他弟弟 一块 弄这个大米加工厂 然后他们 哥俩三十来岁吧 那会儿 还是二十多岁啊 我在他们家住了几天 然后他们的爹妈 还跟那哥俩一块生活 是这么个情况 他说那大蓝驼村 我不知道啊 大小的大 蓝花的蓝 驼 就是一个体土啊 就很多叫驼的 啊 这个 是吧 那个门头沟有个地名吧 还是那哪 还是那个那个市井山 杨驼 是吧 顺义 李桥 沿河乡 有个村叫西大驼 是吧 他们都叫什么什么驼啊 就是一嘎的 一块的意思 拿到了营业执照了 这是我省首家成功注册的村级供销社 如果你是首家拿到的 背后一定是政府支持你 如果你自己想弄 你是弄不了的 对吧 这种政策的突破性的东西 是这个辽宁省的第一家 一定是政府在后边支持你 不然的话 你想拿营业执照 我当年起营业执照 就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想了很多办法 那营业执照才拿下来的 根本不容易 是吧 标志着辽宁村级经济组织 合作经营 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了 在几十年的市场经济 大潮中 在实体经济和电商 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 供销社不再险山漏水 它已经被边缘化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年轻的有供销社 这么一个机构 商业机构存在过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词 对吧 但一直作为备战备荒 被保留着 中国某种意义上 就是一个军事国家 我经常说 在我的节目里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的各级人民政府 就是一码事 党政军一码事 所以他时刻准备着打仗 时刻准备着进入紧急状态 时刻准备着外部势力 对他的封锁 从中华苏维埃 江西苏区时期 到延安 陕甘宁边区时期 到后来 1949之后 被国际社会 大部分国家不承认 没有外交关系 被封锁 到最近两年 跟美国搞坏了关系 中美贸易战 又有着疫情 中国始终是军队 警察 党 政府 基本上是一体的 就这么一个国家的性质 对不对 所以 作为被战 被荒 被保留 很多机构都保留着 不光是供销社 还有人防办 人民防空办公室 当年跟苏联搞关系 搞坏了 怕苏联扔卷子弹 全国各地挖防空洞 现在这些防空洞 据说人民大口堂 下面都有 人民大口堂 和中南海 和地铁一号线 往西山 往苹果园 福寿岭 邵家坡 然后那边 据说通到了故宫底下 然后穿过整个城市 据说到玉泉山 甚至说到首都机场 当然这都是传说 据说都有地下通道 是吧 据说有的人下去过 说能并排 两三辆汽车吧 据说 尤其近几年 政策扶植力度不断加大 没错 这几年 关于供销社的消息 不断的建筑于各种媒体 2015年 中华供销总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全称 由1万多家 发展到了5万多家 它静悄悄的 它都扑上了 这个叫扑网点 是吧 这点都扑上了 他现在不说 但是哪天突然间一启动 肯定就能启动起来 5万多家 那基本上能到村一级了吧 村一级没有完全覆盖 是吧 中国大概 区线一级的是2600多个 解放出是1949之后是1800个线 现在越来越多到2600多个 那它是5万多家 差不多平均到每个区线 是20个 20个那就到了乡镇一级 但是辽室 但是辽宁你看又走在前面了 到村级了 如果到村级 差不多还要翻20番 因为我了解北京郊区 大概经过前几年的合并 过去北京郊区很多 郊区县 郊区的区 是两个乡 和一个乡 大乡不和 小乡和 有的乡原来才9个村 和了之后差不多20个 是吧 那5万多个 到了乡一级 乡镇级 如果到村一级 再乘以20 100万个 说职工 现在总共有340多万 340多万 5万多个 那你除呗 那差不多 每个供销市 那等有60多人 平均下来 当然还有各级的机关啊 差不多60人吧 60人 那60人 那你要真要是100万个 都到各村的铺上 是吧 当然各村就没有60个了 没有那么多人 对吧 各村也就是几个人 三五个人 不超过10个人 是吧 如果100万个村呢 你就按10个算 这就1000万个人 整体呈现大面积的覆盖的阶段啊 布局正在逐步的延伸 极致近日 村集供销社正式成立了 这是一个信号啊 在以内循环为主的转向中啊 供销社从历史走回现实了 那么上山下乡可能再来一次吗 北大的一个教授叫于鸿军 最近倡导 说要启动新时期的上山下乡 引发关注了 先聊到这吧 是吧 主要聊供销社啊 这个谢谢 请订阅北京侃爷 点赞北京侃爷 点赞北京侃爷